台北股市裡面說的是好股票的趨子格數 我想實在話 像台積電那種 但是我覺得永春選管我剛剛提到的是 一個操作的心法 例如說你什麼時候必須要 必須要開始進場買進 然後什麼時候需要去做加碼 例如說我們在講這個第一個叫破 破其實叫做在我們的 在對戰當中會有一個 突破對方壓制的一個破口 那其實在股票的操作也是一樣 當他在整理到接近一個尾聲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出現一個攻擊訊號 或者是跌破訊號不一定 但是在那個攻擊訊號或者是跌破訊號 出來的時候你就一定要去做 你該做的動作 要看到他 對要看到他 所以這個東西要做 那很多就是買完之後 也不知道該怎麼樣去做加碼 所以說後來就是 就是我們今天把對手逼退一步之後 你要幹嘛 其實我們是要馬上貼上去的 永春拳就是貼著你打 我不讓你跑的 只要被我逼退一步 我就逼上去 我就逼上去 所以股票市場也是一樣 他一旦出現正式發動攻擊 就收斂之後的一個突破之後 那趨勢就開始 其實你就要開始準備去做跟進的動作 對 現在拉回盤中拉回 可能就要去做加碼 動作 好 有很多人